余浩铭出演电视剧 那年花开月正元,而一举获得了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提名,多年努力终于了换栏了应有的回报,三十岁的余浩铭逐渐走上事业巅峰,并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一切,尽管颜值不在,但他却依旧能够凭借演技说话。 很多网友说,如果不是因为当年那件事,他现在肯定也是一线小声,那时余浩铭拍摄爱在春天被严重烧伤,复出后,仍坚持拍摄,在发布会的现场剧组受刺公开,那当年意外爆炸瞬间视频,从视频中可以看到,爆炸后火是非常大。 余浩铭虽然酷着Selene向外奔跑,但仍瞬间被火吞没,视频开播后,余浩铭忍不住擦拭了眼泪,复出之后,余浩铭多次登上天天下上的舞台,余浩铭更是大敲广场舞侧地掏下了偶像包袱。 余浩铭,真是个坚强的男人,为他点赞,但是最近余浩铭又出现在公众面前了,这次的余浩铭真的是大变身了,脸上也不坑坑洼洼了,皮肤也回到了之前的样子,精神也十分不好,网友指负他好帅,他比以前也更有自信了。 尽管事情多年过去,他仍然毫不掩盖手上的伤疤,如此真实姐姐弟弟的演员不多,但我们却在余浩铭的身上看到了无限耀眼的光芒,很多网友表示不敢认,如今的余浩铭在此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 这次他凭借的不再是小鲜肉标签,而是真正的实力派演员,相信大家一定对他在那年花,开院正人精湛演技所折服吧,也因此获得了多项大奖,曾有记者问他如果当初知道自己会被严重烧伤,还会去救自己的大道色雷雷吗? 他的回答,我不记得救过他,可见他的人品也和他的人一样干净。 他眼神中透露着淡淡的忧伤,高冷的气质惹人着迷,如今狠手能再看到他灿烂的笑容,也许在经历过许多磨难之后,使他变成了一名坚强的男人。 余浩明的帅气永远不止表现在外表,他的内心渴望成功,人们终将会看到他背后的心酸与不易,让我们帮助他一起成长,愿他再创辉煌。